这样吧 张老板 咱们来做个交易吧 我告诉你一个 关于洪蕊天大的秘密 依次来交换 我们家连府的自由 洪蕊的秘密 张老板 我想你不会不记得 洪蕊当年 在上海做演员的时候 做了你 节翼大哥马日武的情人 对不对 那时候 他不仅想着番 不让他乡下的儿子 跟老婆和他见面 而且 他还拐走了 你大哥临死前 委托给他的那几箱金条 而这些金条 是你大哥 想托你转交 给他乡下的儿子的 后来 他乡下的儿子 偷渡来了香港 找上门来 可是 却被洪蕊赶走了 最后 连你的面 都没有见上 你说我大哥的儿子来香港了 还来找过我 不可能 我在香港怎么说 也算半个公众人物 他若有心找我 早晚能找得到 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齐太太 你编这个故事 也太离谱了吧 孩子找上门来的那天 我就在你们家 跟洪蕊打麻将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亲眼所见 不可能 洪蕊不可能这样对那个孩子 他不可能瞒我那么多事 那么多年 那 你为什么 不去找他对质呢 我大哥临死前 是不是交给你几箱金条 这几箱金条 是不是要给他乡下儿子的 把儿子来香港找我 是不是被你撵走的 莫白 这几件事情 你已经反反复复问我 超过一个小时了 我是个癌症病人 你要我死 要折磨我 有很多种方法 你不要死缠 这件事情不放好吗 我谁也不想折磨 如果你问心无忽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你是无辜的 你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你不说 就等于在折磨我 对你的信任 好了 张莫白 你不要在我面前 装着一副道德卫世 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以为你自己很干净吗 你以为你跟这件事情 没有瓜葛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好 既然你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不怕告诉你 你发家的那些钱 就是从这件金子里来的 那个时候 你在香港做生意 根本没有站稳脚跟 生意周转不灵 又要吞下东亚 给你大哥出气 是谁给你救得急 还不是我 要是没那笔钱 你还有今天吗 你早完蛋了 张董事长 你别说 你不知道这个钱的来路 你不想想 我一个二流电影小明星 我一时半会 哪能筹集到 这么大笔资金给你 你那个时候 不问问这个钱的来路 你现在良心发现来问我 张莫白 你虚伪 你 孩子呢 我大哥的儿子呢 绍文不就是你大哥的儿子吗 而且都跟你改姓张了 你还想怎么样 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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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家